如果沒有重確認機師的派飛紀錄 很難想像 在疫情期間接受派飛的機師 得不亂承受派飛 隔離 無止境的循環 去面臨高風險、高張力的工作壓力 以及孤寂的局限隔離和痛苦難熬的時差 這些壓力和煎熬已經讓不少機師的健康出了問題 就有一名50多歲的國籍航空外籍機師熱情在家中觸事 結果發現這名機師在生前曾經歷20天的連續執勤和檢疫 也有名國籍航空50多歲機師 10月初腦部部名人因遭了感染 住進了家父病房 據要解 證明機師在生病前 也就是9月份 陳年續派飛三個場班 疑似過勞生病 至今還和死神搏鬥 因為可能整個身體的這個 免疫系統下降了 所以搞定他的這個 腦筋可能就是病毒侵犯到這個腦部 所以目前的狀況非常危險 希望這個大家可以為這個組員請去 為他祈禱替他加油 希望他能夠成過難關之外 那也希望就是我們任何的 應該不是格外 機師公會理事長中刑場表示 從去年2月疫情爆發之後 機組員從派飛到拘檢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行動 都受到影響管制 不僅影響到機組員的身心健康 公會最近進行機師身心安全調查 有百分七十幾的機師 有失眠狀況 比半年前百分之五十五的失眠狀況 高出許多 很多警員他在檢疫的這個過程 二十幾前 因為他行動完全受限 因為很多警員 因為他的心理壓力來自於 他沒有辦法幫助家裡 比如說太太需要別人的血跡 或是他的家人需要血跡之後 他沒有辦法幫忙 這個是家人最 這是組員機裡面最 就是覺得最無力的地方 也因為機師身份 連同影響到基本收益權 連同家人的受教權 也Solo波及 機師公會強調 他們願意承擔檢疫期間相關的配合 以及擔任起疫苗運送等重要任務 但是希望 在拘檢期間 不要讓七組員進行派飛 在公會的立場 我們一代一代的 比如說要求就是不要拘檢再派飛 因為拘檢再派飛 而且也造成就是說 組員的腸 就是人類的這個病毒 一直在架齒腸 當中一直在流轉 就在機組人員健康狀況 不斷出現問題之際 一名黃藥機師 在今天確診新冠肺炎 成為第六位 遭到確診的國籍機師 這位是今天的境外一路案16707 那他其實在這個11月28號 有出現這個喉嚨癢相關的症狀 那那個也剛好就是在 他居家檢疫5加9的戶 這個期滿的時候做採檢 所以當天也就採檢確診 CT值是28.5 那回顧他發病前14天的這個 呃旅遊史的話 應該說直飛史的話 剛好也都是直飛美國洛杉磯 分別有兩段 一段是11月17到18 一段是11月21到23 所以目前還是 呃研應該是美國的境外移入 那我們後續當然會再針對這個 病毒的部分 再做進步的定序 也會再就他這個 後續追蹤的抗體結果 以及這個CT值的變化在做追蹤 那這一例的話 目前只會 目前是匡列他 呃同飛行的有三位 這個是職場的接觸者 那這三位是 呃列為這個居家隔離 那另外就是有兩位是 有接送他的這個司機 也是先列為居家隔離 那就同飛行的三位 呃同事來講已經都經過採檢 確認是陰性 那另外的一些採檢還在進行當中